东华大学与部落的小朋友演唱部落田园歌棋 揭开音乐会戏幕 东华大学小米岩社团同学 此日晚间在玉璃的芝楼部落 举办部落音乐会 发表部落田调的田园歌棋 同时邀请部落国高中生 及东海岸独立部落的青少年夜团 弹作演唱 其实整场活动下来 我一直很压抑我的情绪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自己累积好几十年 就是从国中一直待在台北 然后想回来做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在这部落的文化广场呈现 其实自己也很想要 能够再多做点什么 然后过程当中很希望自己可以再 多弥补一些什么 因为太久没有回来 古落年长者也不谎兜浪 也跟年轻世代一起表演欢乐 让我们的小孩子小朋友都有这种感触就是大学生的一个生活 跟大学生的一个魅力 让他们了解 让他们有向往的地方 东华大学的小米岩社团 去年参加农委会 随保级第二届大专生 回有农村竞资 下乡回到伊丽兹罗部落学习服务 协助部落农业推动 今年暑假同学们再度继续回到部落 并推广部落种植小米 希望族人从事小米岩的文化记忆 那我们希望这块春日小米岩 是我们大学社区一起连结在一起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也从大学生小学生 阿公阿嬷一起在开垦这个文化的原地 我们希望现在手上还有一个是松浦的小米 这个是代表我们未来对不同社区利用小米的连结 把我们的文化不断不断地散播出去 音乐会演出 夜团都已表现传统起风 让聆听的族人感到非常温馨 台上台下互动相当热烈 接着法官 欢迎续续采访报导